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柯文哲对于大家讲到说没穿裤子这件事情 他有解释 他说这个内参民调其实有两个版本 这个民众党的内参民调 全市化封关民调其实跟这个结果非常的接近 但是他们在评估的选情的时候 其实是有加记手机之后的数字 就是民众党一直讲说年轻族群比较少会用市化 所以他们是把这个手机有加记之后 才会跟他们的民调结果比较相近 但是他就说因为这个年轻人 可能再加上这个投票率只有七成一 所以结果不如预期 那这就被大家解读说 这是在怪年轻人不出来投票吗 所以因为年轻人不投票 所以让你的这个民调结果 跟你原本喊出来的数字不太相同 那再来现在就是你看像自由时报 也会有这样的标题 就说否认假老二的民调 就是排行第二 这讲真是蛮难听的这个词 那他这个柯文哲就讲说 美丽岛的民调 其实是在营造气宝 他说最后得票率是26.5 那如果以封关民调来看 大多数的民调一直都把他支持度给压低 而且是长期的刻意打压 他指的就是像是美丽岛民调 他说美丽岛民调还一度把它做出 只有14%的占比 显然失准 可是也有一些网友是反驳 就说其实很多的民调 比方说像TVBS 联合 ET Today的一些民调 也大概都是这样子的方向 我们在这个选前封关的 这个1月3号之前 大概都看到民调趋势都是如此 就是一二名比较接近一些 然后柯文哲是位居第三 然后比较远一点 那我们看看 现在赵少康在昨天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有提到 就是他说柯文哲在网路上面放消息 说他们其实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的确有发挥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造势活动看起来也蛮成功的 场子上人也很多 所以他说据他所知 很多人本来是要转头侯友仪 这个侯康佩的 但是最后觉得说 是不是柯文哲几率比较大 反倒这个气宝变成了气候宝科 所以他说的确这个柯文哲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民调的这个讯息出来 说他们是第二的话 有成功的把一些票给抢走 这个是一个气候宝科的发酵 那民众党策略是成功的吗 我们看看林卓水就讲了 他用四个字来评论柯文哲 他说呢 要说柯P的特质 人格特质是什么 157的智商固然很稀罕 但是台湾也没有几个 可是呢 这还不是他最杰出的 他认为柯文哲 天天说谎 流畅的不得了 肯定才是世界第一 所以这个林卓水也对柯文哲提出了他的批评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柯文哲 人设崩坏吗 友台的这个主持人 这个刘宝杰 他有提到 他说柯文哲选前 诋毁了多家的民调 所以他就是怒轰民众党 就说这样很卑鄙无耻 他讲了一番话 他说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公民社会 在各领域当中都有一些人 勤勤恳恳非常认真 非常尊重自己的专业 而民调就是一种专业 需要长期累积跟经验的判断 研究方法取样都符合科学根据 那民众党为了要慎选 不惜打破这个社会的专业 即便知道这个人勤恳 长期在民调上工作 都可以去诽谤质疑他 他觉得这样子很恶劣 然后卑劣无耻下流的行径 但我个人的感觉是 其实当时在选前批评的 也不光是民众党 国民党也有批评过民调 所以应该是要所有任何政党 都要一起来重视民调 而不是用这个诋毁的方式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跟保洁哥比较不太一样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游淑慧讲说 现在会不会变成绿白河 他说他现在看到黄珊珊 柯文哲 陈志涵 都有点害怕 他说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生 我实在很怕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还有准立委黄珊珊 以及发言人陈志涵 他说这个四大主张 让他感觉有点玩假的感觉 那刘宝洁就讲说 他们这些都是出卖老东家的 所以对他们的评论都不是太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许多的梗图 也指向了黄珊珊 冲着黄珊珊就说 你可以拿他以前讲过的话来打击他 黄珊珊说 妈妈叫我们做人要正直 诚信不可以做假民调 那结果后来他就讲说 我们的民调民众党有11席 柯文哲是第二 就被质疑说 那你这个民调是不是也不真实呢 那还有 韩改革比位置更重要 可是自己却不断地要位置 从新党跳槽 然后到跟蔡英文合作 一直到把自己排到不分区的第一名 现在却说改革比起位置重要 变成现在很多的来营支持者 讲到黄珊珊可能就咬牙切齿 就觉得 怎么好像一直是黄珊珊在 这个变来变去的那种感受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几天大家就翻出了一个 六年前的一个 电视上面的片段 主持人是郑弘怡 然后呢那时候一位命理师周应军 在2018年在新闻哇哇哇里面就预言 说柯文哲要连任市长 那时候其实有人讲说 有机会吗 会不会搞不好没有办法连任 他是当时就笃定讲说 连任没有问题 但是他预言在2024的 这个总统大选 这柯文哲是不可能胜出的 因为他在66岁这一年 开始走不好的运 而且走到了空王 可能是这个命理上面的一个词 然后他另外讲说 这个赖清德的命盘 是有总统命的 所以2024他是65岁 如果那时候他65岁 运势大旺的话 那这几年他只是平运而已 他所谓的这几年 就是2018那个时空 跟蔡英文要抢位子的那个时空 那他说后来的话 他的运势会更好 2024他是有机会 他是有这个总统命的 那我们看到主持人 郑宏怡在这段影片当中还说 周老师你到时候是退休了吗 他说我大概会退休 但是要找我还是找得到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哇这六年前的 简直是神预言啊 预言到了赖清德会当总统 但柯文哲反倒 好像在这一年没有总统命 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 郑老师怎么看 现在大家觉得柯文哲的假民调 是不是影响到了结果 这种公共评论 公共场合谈什么裤子 穿不穿裤子 实在是蛮肮脏 蛮恶心的一种画面 那不得不 他自己变成是个政治议题 我是奉劝柯文哲 特别是他老婆陈佩奇 是不是把他带回家 他没有穿裤子 你回家自己心肠 自己用就好了 不要到外面来 像个怪叔叔 到处下这个社会 很多人被你性骚扰 那个恶心不堪的画面 不看都不行 现在已经很清楚 谁没有穿裤子 就是你柯文哲 那几乎是社会的公式 我本来是懒得讲 结果他昨天开始出来凹 反击 真是 我记得有一个叫他过去的 市政顾问 叫翟本桥 说人家批评柯文哲善变 他是往善的方向变 然后说柯文哲 这个人不会说谎 不会凹 翟本桥出来面对 这个是不是在凹 第一个 你说民调到底能不能拿来 当作操纵选举的工具 这是个政治轮椅道德的问题 你真正像样的 是不应该把民调拿来操纵 可是台湾这社会 有点堕落的大小 他就拿来玩一玩 然后拿来 那现在变成说喊狼来的 你今天 大家都已经讲说 黄珊珊上次 包括这一次 你都把假的民调 然后灌水夸大 操纵来有利于你的选情 那你狼来的很多了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好 那就算堕落到此 说他一次选战策略的部分 我看到郭正亮帮他辩解说 哪个不是这样子 郭正亮大家看到 白的力量起来之后 方向有点转 可以这样子弄吗 真的是这样子 大家都可以玩民调 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欺骗选民吗 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真的到这种地步吗 第三 柯文哲这次还不止这样 你催你的 你骗你的 你拐你的群众 那也就罢了 你自己要自己去面对 他还指着别加 说你们每一个 选后要一一点名 看看谁没穿固子 选后一一点名 结果点一下 只有你是最糟糕的 这样也昂瞎 你已经在欺骗人了 你还这么样一个嚣张 严格讲他是玩假民调的受益者 他得力最多 他现在装着自己是受害者 说他是被假民调害了 这已经是颠倒是非了 不止他进一步变本加厉 他现在出来变成指责者 他变成一个加害者 他从一个受益者 变成这个加害者 那些受害者今天变成是 他被他攻击 你今天柯文哲有嚣张到这种地步吗 财本乔主来讲 他是不是在凹 那为什么要事后 讲一大堆理由在凹 就是因为他本质上是骗 如果今天是一个诚心的人 正直的人 没有谁是圣贤 孰能无过 犯错就认错 道歉 那就大概就过去了 那就是知此知休 你就可以拿到遮羞布 支住自己那个没穿的裤子 他不是 他不但没穿裤子之后 他还要到处张扬 他指着别人说是别人没穿裤子 事实已经这么清楚 我是说我们这个社会 能够让他嚣张猖狂到这种地步吗 那这到底怎么会 我不管那个未来那个什么预言 好像说大家相信说 既然因为预言赖清德很准 所以预言他这个柯文哲会摔 不要太乐观 他真的是蛮会骗的 问题是这个人能够这么没有吃飞 能够嚣张到这种地步 那我们这个政坛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抓着美地岛所谓的14% 一直打 你不要忘记那一上那是蓝白分 是有可能的 而且后院慢慢慢慢不是有变化吗 他是一直都给你弄14% 就故意整理 后来美地岛面对现实 很多实况就是这样子 更重要的是你们真的是操纵数字 最后是年轻人大量被你出来 让你的民调得这么高 他最后昨天怎么讲 说是因为年轻人没有出来 所以他们的民调才失准 明明你们是在整个最后鼓动 最多年轻人 虽然总体投票率低 可是年轻人出来多 你那个数字如果不是 今天年轻人出来 你是错的更难看 你是错误的那个距离更难看 你看这家我为什么这么生气 可以完全颠倒这种地步 然后在那边弄 财本桥出来面对你那个技聚 你也是帮凶 我跟你讲 今天有个朋友开玩笑跟我说 世界上有三大不可信 第一不可信是英国研究不可信 第二不可信是韩国起源不可信 第三不可信就是民众党的民调不可信 而事实上民众党这个民调 我认为其实今天在喊什么战犯等等的 我觉得他们最该要道歉的事实上是 这一些愿意站出来支持他们的小草们 所以其实我是认同赵大哥他说的 因为其实到最后的两三天 他们开始车嫂 他们开始有些造势场合的时候 的确那个时候 不管是不是是因为民调的原因 所以他们悟性的这个民调 他们愿意站出来 他们真的是认为柯文哲是可以打败民进党 他们愿意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其实在后面那几天 的确他们的事是有起来的 但问题是他们相信的这个是是真的吗 我们回过头来看 黄深山今天拿假民调来操作选举 是第一天的事情 事实上不是 他从前年的这个市长选举 就是一样拿假民调出来骗大家 当时候他拿的民调出来是怎么样呢 他说他是第一名 然后蒋万是第二名 陈世忠是第三名 他说他那一份是手机民调 结果大错特错 他的那一份民调跟事实上之后的结果 是完全不同的嘛 那现在民众党一样又用假民调 然后来欺骗这一些相信他的小草们 所以我觉得给他们这些错误的讯息的 黄深深应该要为这一些 愿意相信他的小草来道歉 其实连柯妈妈都被骗了 柯妈妈当初她投完票 她第一时间出来讲的话是什么 怎么票这么低 所以我就要反问柯妈妈啦 到底是谁跟你说票可能会很高的 到底是谁拿民调跟你说 今天柯文哲可能会当选柯文哲的票会很高 所以其实你不管是从这个民调跟结果 完全是不符合的状态 还有柯妈妈她说的话都可以体现出来 今天黄珊珊的这个民调 不只是拿来操作选举 她连自己人都骗 所以言归正传嘛 这一个黄珊珊她拿出来的民调第一已经不可信了 而且她害到还害到民调公司 接下来这个民调公司 大家还会再相信她吗 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嘛 而黄珊珊她事实上 她选赢过选举只有哪一个选举 就是议员选举 她立委选举书李彦秀书蔡正元 市长选举书蒋万安 她也没有当过立委 那之后民众党要在国会 是要找谁来当个领导人物呢 接下来黄珊珊在立法院她真的有实力可以带领民众党吗 我觉得很难 那回归到国会的一个合作 到现在他们都还不愿意表态不愿意 到底要不要支持韩国瑜 只有黄国昌发的一个脸书 问题是黄国昌的脸书根本是有发跟没有发一样 她说这个决定是要民众党集体的决定 是啊我们要的是民众党的一个决定的一个态度的一个方向 但是到现在都还不愿意公布 事实上这都只是在消磨蓝白合作的一个默契而已 好董哥 柯妈妈说票怎么那么少 柯妈妈以为自己可以当皇太后 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 这场选举很奇怪 选前柯文哲被人家选举说 你有一块地700多平 她就开始说 那个我爸爸要我回去当院长 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她妹妹柯美兰也在选立委 大概中华民国选举时 哥哥选总统妹妹选立委大概第一次 虽然双双肉选 妹妹被发现说有一块地好像几千平 两千300平还多少 然后妹妹说那是要给我爸爸盖活堂的 各位朋友过去我们都知道柯妈妈很喜欢讲话 选举时候连柯爸爸都出容了 那其实柯文哲 柯文哲的人设大崩坏 可是他有一个厉害在哪里 他可以自己马上修复 譬如说他去骗别人被别人发现 然后他可以开始指控是你在骗我 今夜那一场就是了 柯文哲要去设计别人结果被抓包 他只惭愧了一天 然后回去以后自我修复 然后天蠶再变 然后就变成说 我有一助力人骗过我 他们的coda已经用完了 好像自己是受害者 这就是他的一个人格 柯文哲收谎是已经变成他 自己的心灵的一部分 他不会觉得这是收谎 不会我对不起人 他永远是这样 这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发现了柯文哲 他就是讲话不老实 可是他觉得我这不老实 本来就是不老实 我讲话最直白 对外又喜欢这样讲 所以各位朋友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个党旗也都这样 就像刘宝洁所讲的 你这党都是背叛其他人来的组合 不是吗 从头到尾刚讲的黄珊珊不是这样吗 黄国昌不是时代力量的创党党主席吗 是不是 还不是背叛自己的党 对不对 然后在帮他周刀的那些 人很多都在国民党 彭景彭教授 那些是以前国民党的国大代表 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些人 林林总总 我觉得刘宝洁讲的话是很贴确 可是因为柯文哲他已经弄成这样了 大家也知道 这都不成功的阿伯 根本大家都已经知道 可是他现在已经自我心理建设 他第一天第二天 他那时候是很慌张的 可是他每回去马上自己修复 然后现在变成说 我的民调是对的 现在开始讲话大声了 今夜饭店 他被抓包以后他 开始第一天跟第二天就觉得 这下人设崩壞怎么办 结果他后来就转换过来 现在他变成我的民调是对的 是年轻人出来投票太少 你用这个假民调 用这家公司 去否定蓝白盒 那其他那几家公司 九家公司 你都把人家否认了 所以那些都不准 只有我这家准 所以蓝白盒应该我做老大 我做正 大家记得那一幕吗 柯文哲就是这个嘴脸 我觉得台湾人自己要习惯 其实我讲柯文哲这个嘴脸 已经讲九年了 我所讲的 你现在来证明都是对的 可是我讲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说柯文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种人格 说谎是他人格 对不对 自己永远不会犯错 都是别人的错也是他人格 讲话胡乱也是人格 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柯文哲最会做的事情就是 怎么把事情给搞破坏 就像那个大忌惮 如果不是蒋婉安来 蒋婉安来不到一年 人家可以打棒球 王真志也来了 柯文哲除了去破坏 还能搞什么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众就麻烦回来